昨天那场在吉隆坡市中心举行的捍卫伊斯兰集会在大雨中草草结束了 然而事情还有后续 由于主办单位事前没有向警方提成通知文件 所以警方将会援引和平集会法令来进行调查 而成信党的领袖甚至认为这场集会是一场笑话 针对昨天在吉隆坡举行的捍卫伊斯兰集会 成信党副主席马夫兹表示对国家造成诸多伤害的巫统 突然跟伊斯兰党站在一块还嚷着要捍卫伊斯兰主权 他认为那无疑是一则笑话 我愿意成为一个肩膜的肩膜 跟一些总统的肩膜 可以跟着和总统的肩膜 跟一些总统的肩膜的肩膜 以前的肩膜的肩膜 为了拒绝肩膜的肩膜 和肩膜的肩膜的肩膜 和肩膜的肩膜的肩膜 另一方面 昨天有份出席汉为伊斯兰集会的 巫统最高女士洛曼 今天在记者会上表示 昨天的集会是对政府的一项警告 要是政府欺骗人民 在5月31号之前 不取消签署马规约的决定 那么他和其他非政府组织 以及国阵各政党 将会在6月15号 号召百万人上街 发起反署马规约大集会 洛曼补充 联合国官网显示 在2019年6月1日起 会签署马规约的国家当中 依然包括马来西亚 因此我国政府的行动备受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